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是师娘吕谷萍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殡葬业 我眼中的殡葬业这个行业 我常常遇到有很多 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 问我说怎么进入这个行业 那通常我都会先问他们说 那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那他们通常都会给我回答是说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并不害怕看大体 可是其实这一行业 所要面对的挑战并不是 不害怕看大体这个 它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专业洗俗 跟必备的技能 那通常呢 常常我遇到朋友问我就是 第一个殡葬业真的这么好赚吗 其实我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想法 或是说可能是媒体吧 常常在新闻上看到说 冰藏业年薪两百万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这个数字 应该是已经是以前那个时代 在现在网络资讯透明化 价钱其实都公开花的时代 其实冰藏业的薪水 真的没有这么高薪的运气 可是它的辛苦程度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有人问我说接触过最有印象的大体是什么 其实我们这一个行业 不会都是只看到完整 然后自然状态的大体 因为死亡的状态有各式各样 我接触过最有印象的大体是关于自己的一个亲人 那他是自焚离开的 那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身体都是整个卷曲碳化 所以这是我目前最有印象的大体 那当然我也听过童业 刚入行的时候 他说他一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因为他们公司是专门做意外现场的 他说他上班的第一天 老板就给他低通电话说 走 我们要去接体了 然后他到了现场之后 老板就给了他一双手套跟一个汤匙 他那时候还一时莫名其妙想说 为什么老板要给我汤匙跟手套 到了现场才发现说 那是一个高处坠楼的意外现场 那因为大体状况不好 而且他有脑浆都在地上了 所以需要给他一个汤匙 那他说经过这一个第一天的这个震撼教育之后 他后面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难倒他 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大体 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那我们工作到底辛苦心酸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工作时间真的很不固定 我们做的是24小时on call的工作 我们常常可能我们睡觉的时间比狗还要晚 可是起来的时间要比鸡还要早 有时候如果我们半夜接到电话 需要去接听 然后再加上家属住年可能到了清晨 我们才会结束那个工作 暂时告一个段落 可是可能我们早上7点有第一场的告别式 第一场的告别式是我们7点之前就要在殡仪馆待命 做好所有的准备 所以前一天的接体 隔天的告别式 那告别式结束之后 通常接着还有火化 然后家属进塔的仪式 那仪式整个结束完成之后可能到了下午 然后到了下午之后可能我们前一天的家属 我们需要帮他做智商规划的协调 所以我们要接着又要再到家属家去做智商规划协调 通常我们休息的时间可能忙完之后都是24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那吃饭的时间也不固定 像我就常常发生 有时候陪小孩陪家人 在家庭聚会 聚会到一半我就必须先离开 我们也常常在年夜饭围炉的时候吃到一半 碗筷放下了之后我们就要跑 为什么因为电话来了 然后不管天气多冷多热 是白天是晚上 只要工作来了我们就是必须出门 甚至我自己曾经在怀女儿的时候 怀着孕还要去接大体 坐月子期间也要继续出来帮忙做告别事 这些都是心酸都不是正常一般人能够想象的